其实是在今天整个辩论会的时候 他有一段谎言 他这段谎言他说 当川普交出政权的时候 他创下了美国过去除了大萧条之外 经济史上最高的失业率 负成长的GDP 所以他的经济是一塌糊涂 然后是被拜登挽救起来 今天CN也说他字眼刻起一点叫 misleading 然后纽约时报就直接说 他这个完全是无知的说法 因为当时是COVID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是美国没有疫苗 然后全世界面临新冠病毒 然后美国的码头全部在那个时刻 就开始出问题 到拜登时代那个码头问题 通通都没有解决的时刻 那通货膨胀从那个时刻 变成非常非常的高 那贺锦丽把这三个议题通过都怪给川普 事实上那是COVID的因素 不是川普的因素 因为在2020年之前 川普的经济表现的确是很不错的 可是贺锦丽今天在这个事情上说谎 可是ABC的主持人却没有在这个时刻更正他 所以这就是ABC今天被认为他很不公平的地方 ABC在好几个角色里头我要称赞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媒体 台湾媒体不要讲了 讲台湾媒体有点不好意思 好了 所以简单来讲呢 他在很多件事情里头 当川普讲错误的事情以后 他立刻会说 fact chat不是事实 fact chat不是事实 fact chat不是事实 会不断的 不断的在主持的节目的过程 或者旁边就会一直跑出来 可是当贺锦丽讲这段的时候 并没有一位节目的 这是辩论的主持人直接告诉他说 你所谈的那些数字 都是因为新冠病毒引起的 所以你不能够把他说成是川普的 然后他也没有让川普有足够的时间 好好去回答这个议题 所以这件事情 我只能够说贺锦丽他本身 在讨论经济问题里头 前前后后全部都是空的 除了他说他要给别人买房子 一刚开始三万五千块 人家要经过国会通过 除了他说他给400亿美元 给开发商 可是这也要国会通过 这个全部通都是空的 然后再来减税 富人税他要减到28% 那钱从哪里来 会造成什么结果 但是他企业税要不要减 他今天说他要减免中小企业 可是在他公布的经济政策里头 并没有这一项 反而川普有对于企业税 是要减税到15% 可是他并没有这么说 他要减的是富人税 变成28% 这个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美国总统辩论是美国总统 竞选过程里面的一环 而且是满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是一个很强大 而免费的宣传广告时间 所以表现好与不好 通常都会有一些加分 或者有一些减分 但是如果说因为一场辩论 除了像拜登 那个表现得一塌糊涂 才有可能造成翻转的结果 那这一场辩论很明显的 贺锦丽是加分的 川普是减分的 但是会不会足以到颠覆了 这种所谓的势均力的局面 我觉得是延迟过早 以目前来看的话 等一下我要打断你 因为在这个辩论之前 所有的民调都只差一趴 然后摇摆州也都是一趴两趴 然后再来就是最著名的那位 American University的Litman 他就说 如果按照各种他的指标来讲 贺锦丽是赢的 所以这场辩论为什么无比重要 因为贺锦丽如果输了 那个一趴就会变成四五趴 贺锦丽如果赢了 他就可能超越这个一趴 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一次的辩论 所以那么重要就是 英文叫neck to neck 他是完全势均力敌的 那因此辩论就变得很重要 那辩论所以很重要 是大家觉得川普一定会赢 其实把他压倒 结果他没有 你怎么看 是会有bandwagon effect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花车效果 所以这个结束以后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沉淀下来 会不会看得比较准确的一个数字 如果再有第二场辩论呢 第二场辩论 就是再来一场花车效应 然后到投票之前 看他回归这个所谓的基本面 会有差多少 我是用这个方式评论 但是我必须同意 芝加哥大学教授 Mirshammer的讲法 他觉得川普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总统 贺锦丽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统 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不是 这些有国际政治大师级的人物 所认知的是 美国有史以来算是好的总统 他言下之意是 美国有史以来都是很差的总统 谈经济政策没有错 大家可能会对川普 对处理经济问题比较有信心 因为贺锦丽讲的那个 所谓的补贴这个补贴那个 你说是福利政策还是经济政策 这很荒唐的一个论述方式 川普整天就在讲这个税 我们都知道税不是一个 处理经济问题的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他把它处理成唯一的选举议题 其实说穿的就是假借的经济议题 来做买票的行为 我想要买中小企业的选票 你想要买企业的选票 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说贺锦丽说这次 气势上是比疫情的好太多了 可是他也不能 也不是没有犯下一个 我认为是满严重的 就是他可能会得罪 美国的犹太人 因为他讲出two state 就是有关于巴勒斯坦的时候 了故方案 对 这个方案川普不敢开出口 美国大部分政治认为不敢开口 因为在美国的犹太人 对这个是很有意见的 two state这个方案是很有意见的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不是选举上的错误 政治上的错误 就会使得有人会 特别起来反对你 他以前不是那么强烈反对你 可能有些犹太的组织团体 可能会为这个 two state my god 我强烈反对你 这个是一种政治上的风险 至于其他 我刚才文件讲得非常好 花那么多时间吵那些 detail的堕胎问题 我老天爷 美国民众不是真的很关心这个话题 两个人吵个老半天 还讲那个说胎儿到几个月 这不像是美国总统该管的吧 而且我认为川普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在Christian国家史 基督教国家史 可是在民调上显示不出来 我说川普犯了一个错误 等一下 我跟你说为什么 因为贺锦丽现在赢川普大赢的 都是在女性选票 不是有色人种是女性选票 至少是女性选票 所以他才会把这个议题拉那么高 所以ABC把这个议题给那么多时间 他偏颇了这样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选战 公共讨论的空间基本上是很少 而且是川普犯了一个错误 我觉得说他不应该设定为 他是在跟贺锦丽选 他应该是跟拜登 哈里斯选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拜登 哈里斯 You made a mistake 是什么什么东西 要请权力的 很幽默的去批判太多了 通过膨胀数字就拿起来 从哪一天开始 就是你拜登 哈里斯 因为竞选的时候就是拜登 哈里斯 要把他跟拜登绑在一起 你才会有气势 要不然你老是想说她是个女性 我不能攻击太厉害 然后他对这个问题不懂 我又不能太犀利 那你来辩论干什么 我都不懂 所以我是觉得很明显的 川普犯的错误就是说 他在辩论的准备工作上 准备不足 再来准备的方向错了 第三个 没有采取很幽默的攻击行动 因为拜登 哈里斯 有太多太多缺点可以攻击 他今天就被禁止 像你这么凶讲话 这是他的幕僚 所以谁禁止他 他如果修神会禁止他 他的幕僚 他的幕僚嘛 就是我现在叫你开始 温文儒雅学 马英九讲话 你会不会讲话 这广告 太难了 对 最后讲话太难了 我甚至于他觉得 哈里斯假装是黑人